各位弟兄姊妹你們好,我們要開始今天的釋經討論會 求主幫助我們從神得力,能夠興省、喜樂、平安 多謝天父,感謝天父 我們今天繼續講到如何被聖靈充滿 我們昨天說了,第一就是真心悔改,憎恨罪離開罪 這是第一點 因為罪是會困難了我們與神的關係 神是不喜悅的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他侍奉的時候 他不知不覺地就將個人的願望放在他侍奉 譬如希望多些人,希望多些人不是錯的 不過他用一些方法有時候是錯的 在過程中就忘記了原來 就算我們很熱切,侍奉神 但是那種方法不合乎聖經都是罪來的 譬如搶羊,或者是被人太大的壓力 用律法推動人,這些都是神不喜悅的 神不是想我們活在律法之中 我們活在恩典,喜樂平安之中 或者是用方法 譬如有些為了想教會多些錢 他們為人服侍祈禱就會收錢 這個在非洲很多時候都有 要收錢才會為他祈禱 這些都是一些人用了一些方法 聖經沒有說的 聖經也違反這些原則 雖然我們侍奉是供人德功格是應當的 但是不代表我們做每一個動作都是向人收錢的 好,我們這次繼續看第二點 就是我們被聖經充滿 很重要就是讀聖經,心愛聖經 相信應用和遵從聖經 愛聖經,讀聖經和愛聖經 應用聖經是不同的 有些人他們查經 參加一些查經班 他真的差不多整本聖經都讀光了 就是一時讀一卷 第二時候讀第二卷 他一直都讀光了 就是參加查經班 查經班都查光了 不代表他完全聽話 就是很多人查了聖經 但是聖經說不要憂慮 愛神 傳揚福音 他可能是沒有做的 就是有些人以為 我查了聖經 我有看聖經 我就是聽神話 這個不是一定的 就是聽神話 真的是我們 看到聖經之後 我們遵從 認真看聖經的應許和吩咐 聖經吩咐我做什麼呢? 我真心去做 這樣的時候才是去跟從聖經 心愛 就是說我很喜歡神的話 因為神的話 是神所應許的 是帶有能力的 是帶有很多的應許的 所以我們心裡面就很歡喜了 神的話語真的好 好了 這一種的心態 我希望大家都有這種心態 就是我很喜悅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是賜給我們的力量 賜給我們的智慧 賜給我們的各樣的應許 讓我們能夠觸實 而我們今天的經文就是 二塞書五十五章十一節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他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這個經文之前我們曾經查過的 不過在另一個Zoom的聚會 在這裡我想問一問大家 我口所出的話也必如此 決不徒然返回 他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在我發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 在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属性和能力 和恩典 因典 即是属性就是神的本性、本質、能力 祂能夠做到的事是屬於祂本質的 因典就是祂為我們所做的 有沒有人想回答 由神的話語的能力 我們可以明白到神的本質 OK 如果沒有人說我自己說 這裡說到神的話必不徒然返回 就是神是會托著祂的話 祂的話是帶著全兵能力的 祂會令到祂的話不徒然返回 首先從經文我們看到這些說話 而祂能夠叫祂的話不徒然返回 就是說神有能力去成就一切祂想成就的事 祂想成就的事祂必然能夠做得到的 是祂就是全能的 祂是凡事都能的 祂是要成就我所喜悅的 那有時候有些人就會說 譬如有個人他只是做他喜歡做的事 就是很多人對於喜歡做的事 就是他做他喜歡的事 有一種負面的看法的 但是呢 神所喜悅的必然是好的事來的 神所喜悅必然是祝福的事 所以神所喜悅的 都是一些美好的事 這裡說到神會成就祂所喜悅的事 神喜歡的事祂會成就 那就是說呢 背後神的本質是什麼呢 祂有一個很好的計劃 祂有一個很完美的計劃 祂也有能力去成就 而祂所喜悅的事都是最好的 這都是講到神的本質 那麽就必然亨通神能夠令到事情發生 神有這個能力令到事情發生 這些都是講到祂的本質 祂本身的能力 然後我再重複講一次 從這裡我們看到神的什麼本質呢 神有能力成就一切的事 神能夠祂使用祂的話語 去成就祂所做的 祂有這個能力 還有祂所喜悅的事 必然是美好的 那麽呢 是祂令到事情能夠亨通的 那麽當我們知道這些事情的時候 對於我們有什麽幫助呢 我們知道神的屬性有什麽幫助呢 那麽我就知道 只要我走神的路遵從神 神一定歡喜 神就一定祝福 神一定是會 祂有能力令到神要成就的事 必然亨通 有時我們想成就的 那麽未必亨通的 這個是我們需要接受的一件事 就是說有時有些事我想成就 但是呢 在神眼中 這些事不是重要的 在天國裏面不是重要的 那麽還有呢 有時困難呢 是會叫人更加依靠神的 所以神有時呢 容許困難在我們生命之中存留 不代表神 喜歡令我們受苦 不是神喜歡令我們受苦 但是這個世界必然有各樣的困難 是必然這個世界一定有的 人類犯罪之後一定有的 那麽所以呢 我們就深信 總之我聽神話 神答應了的 祂一定會成就 所以我就不需要因爲任何困難 而灰心 不開心 或者是沒有力量 我們是時時都深信 神一定是施恩 神一定是祝福的 祂有權並 祂有能力 祂會成就一切祂所計劃的 那麽的時候呢 就會加添我們的信心 那麽神的恩典是什麽呢 就是神的話語在哪裏宣講出來 那裏就會成就神所喜悅的事 神會透過祂的話語成就祂的事 那麽有時有些人說 有時傳了福音或者講了神的話語 那些人都未必聽的 神的話語有一個很奇妙的能力 它是會 也都是聖靈同時同工 因為聖經講到 聖靈的寶劍就是神的道 神的話語是聖靈的寶劍 即聖靈會透過神的話語做工的 有時人聽了神的話語 他未必即時會改變的 有時他聽了之後 他的心中留下這個印象 到將來某個時候 忽然間會彈出來 就是我都聽過很多人有這句 有這個意念 就是他有時擔心 忽然間就會出現一些 不要擔心的經文 神會祝福的經文 那麽就會幫助他不要擔心 那麽就是說 神會在不同的時間 用他的話語提醒人 有些不信耶穌的人 有時會想到 基督徒向他講的話 有時他又會反思 然後他在某個時候 他就信主 那麽神的話語 也都不一定要 照足聖經這樣 念出來才是有功效的 譬如我們說給別人聽 耶穌好愛你的 為你釘十字架 流出補血 你悔改信靠耶穌 你得永生 那這些說話 都是聖經裏面有的觀念 雖然就沒有一節經文 是這樣講的 即是我們將那些 經文的意思 集合了這樣去講的 那麽這個都是神的話語 發出來的 那麽當然 在有些情況 我們能夠 真是念那個經文 將那個經文 講出來是有好處的 因為人會容易記得些 但是我們就算這樣說 神的話語都有權定的 所以我們就深信 當我們就算傳呼音 他不信也好 神的話語在他心中動工 甚至有時候 不希望到最後 即是他臨死的時候 忽然想起一些基督徒所說的話 那麽有一個無神論的醫生 他就說呢 他有一句說話 我在影片那裏 有一個影片 都有他講到這句說話 他是無神論的醫生 他說人到臨死的時候 在死亡的床那裏的時候 是很難做一個無神論者的 他在那時候忽然想 不知道那些基督徒跟我說的 是否真的呢 是否真的有天堂地獄呢 那接著他就即時 就是發覺自己進入黑暗裏面 那他應該在那時候 他就呼求神 神在最後一陣 這個呢 我們不要擔保一定可以的 就是這個 到底什麼時候 他再沒有機會去信耶穌 我們不知道 他在那一陣 就是那一刻 他就呼求神 然後神拯救他 他就後來信耶穌作這個見證 那我們 就是希望我們都觸摘神的話語 神的話語 和聖靈充滿有什麼關係呢 在舊約聖經有一句說話的 摩西說 他說 為怨 以色列人都被聖靈感動 這裡說到 因為約書 看到有 因為當時有 七十個長老 那神要摩西聚集他們 分派他們去工作 不要你一個人做了 那時候有長老就沒有來到 在自己的帳幕裡面 他忽然自己就受感說話 其他個個都受感說話 在一起聚集 但是有一個沒有到 他都在那裡受感說話 那約書 那個人沒有到他都在那裡受感說話 那摩西就說 你是不是疾到那個人 為怨 神的子民都受感說話 都被聖靈感動 那所以呢 所以這裡說到 神很想我們被聖靈充滿 因為聖靈充滿 就是跟神有密切的關係 要被聖靈充滿 那所以呢 被聖靈充滿 並不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 從這個角度來講 但是聖靈充滿也是難的 那為什麼是難呢 因為當人有罪 有很多負面思想的時候 他的心不開通的時候 他沒有用時間去討告 他的靈不開通的時候呢 他是難於經歷聖靈充滿的 但是當一個人心裡渴無神啊 你既然有 那裏辦一些課程 那麼有很多信徒來參加 在這個傳統的宗派裡面 那麼呢 其中有兩個人 他跟我說 他說呢 我自己祈禱都感覺到能力的 還有當我為他按手 我跟他一起祈禱的時候 我就按手 那麼呢 他就說 你和我祈禱真的有感覺到能力 還有他說他自己祈禱都感覺到能力的 那麼另外一個呢 他就說了 他說我自己祈禱呢 都覺得身體有搖動的 這個是在傳統的教會 其實呢 如果大家你在傳統的教會觀察 有些人在投入敬拜的時候呢 他們都可以有身體的搖動 是有一種神的靈的力量 臨到他身上 那麼有些人說 是不是啊 會不會是他站不穩啊 那麼 但是我們發現呢 當我們越投入祈禱呢 那個搖動是越強的 那麼所以這個呢 我們就看到是聖靈的工作 就是說 是 我們真的投入祈禱的時候 是感覺到 有一種能力進入我們裡面的 會搖動我們的身體 是在裡面發出來的 那麼 那就是說 原來人 多去愛慕神呢 都可以逐步經歷神的同在 而聖靈的同在是 我們真的看到 投入祈禱的時候呢 是加強的 那 就是說 如果有人 深信神的應許 神很想充滿我們 並且神呢 是喜悅人親近祂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很多人呢 親近神的時候呢 他經常覺得 哎呀 我很多罪啊 其實神看到人有罪呢 他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世人都犯了罪 神不會覺得出奇的 神是 只是想我們真心悔慨 他就歡喜的 我們真心說 神啊我真的想離開那個罪 但是很多人就停留在 哎呀我還有很多罪啊 哎呀神都是不喜歡我 神都是不祝福我 那這個不是神想我們有這個心態的 神想我們的心態是有信心啊 所以耶穌稱讚這個伯夫長和這個 加南的婦人的信心 那信心是什麼呢 其實他們兩個的信心 都是信得過神 神的恩典 神的能力 那所以呢 我們相信神的話語 答應的 他一定會做 那這個就是神喜悅的 當我們有信心的時候 相信神的恩典 也都聖經說 信的人必有神職除了他們 就是說 我們當我們信耶穌 真是他能夠行神職歧視 我們全心相信呢 我曾經看過一套 耶穌在中國的DVD 就講到在中國裡面 有些人他們祈禱 就有神職歧視發生的 真是他們看到神所應許的 都發生的 有很多人 他們有時候未必像我們這樣 經歷聖靈充滿 但是他們有信心的時候 神都使用的 所以在聖靈充滿 追求聖靈充滿的路 還有呢 在聖靈充滿中的運作 都是我們信神的話語 神答應了一定做的 我們什麼都在抓著神的話語 神歡喜我親近祂 神歡喜我悔改 神歡喜我遵從祂 神一定喜歡的 神一定祝福的 這樣的時候我們就會 跟神的關係就會加強 就會越來越被聖靈充滿了 OK 好 今天有沒有人 有問題想問 關於這一方面的 因為對神的話語有信心 神是不會叫那些話語 徒然返回 是會成就神所喜悅的事 神想成就的時候必然成就 愛他的人必定無福 我們就會更容易被聖靈充滿 以及會帶著聖靈的能力去祝福別人 OK 我們沒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祈禱一下我們求主祝福我們 求主加力給我們 求主的聖靈充滿我們 與我們同在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主啊 你好想將聖靈充滿 凡親近你的人 凡祈求你的人 神 你好想將聖靈充滿我們 你好想和我們有密切的關係 你好想大大地使用我們 主啊 我們全心仰望你 感激你 讚美你 歡喜你 我們以神為樂 神是我們喜樂的來源 神是我們生命的來源 神是一切恩典的來源 我們就全心感激祢,讚美祢,歡喜祢,我們歡迎主的聖靈充滿我們 我們信靠神的話語,神所答應的,祢一定會做 神答應,以色列人都受感說話,我們都被聖靈充滿,神是很想的 神的心意就是我們都被聖靈充滿,被聖靈更新 祢幫助我們打開我們的心門,渴慕祢,渴望祢,渴望祢,渴望祢和神有密切的關係 但與主聯合的便是,與主成為一靈,能夠真是神的靈在我們心中運行 是非常自由的,與主成為一靈,完全被主掌管 現在活著的不再時惡,乃基督在我們裡面活著 多謝天父的大恩大愛,多謝天父為我們應許的一切 答應的能力,祢必然是賜給我們的,我們在祝這些應許 讓我們有信心,讓我們不要覺得聖靈充滿是很難的路 難只是在於人沒有心,或者沒有用心靈誠實敬拜 沒有全心去跟從神,愛慕神 當人全心愛慕神的時候,祢必然逐漸越來越被聖靈充滿 多謝天父,讚美天父,感謝天父的大恩,感謝天父的大恩,感謝天父的大愛 神,祢真美好,我們全心感激祢,歡喜祢,我們願意走神的路 聖靈充滿是叫我們得著能力,從耶路撒冷 撒馬利亞遲到地極作祢的見證,多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我們愛祢,渴望祢,渴望祢,渴望祢 感謝耶穢,感謝耶穢,主耶穢,主耶穢愛我,主耶穢愛我,主耶穢愛我,渴望祢 感謝耶穢,主耶穢愛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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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改變我 恆求聖靈更新改變我們 充滿我們使用我們的生命 多謝耶穌感謝天父 讚美天父 來奉主耶穌聖名 阿里路亞 多謝耶穌 多謝耶穌聖名 多謝耶穌聖名 多謝耶穌聖名